深夜女孩手机掉进地下室 下去捡手机时 却发现里面的灯忽明忽暗 好奇心促使她打开了门 就在一瞬间门自动关闭 当小谭转头一看 九尾湖正冷冷地盯着她 可铁门无论如何都打不开 而这时 九尾湖迈着沉重的步骤 慢慢走了上来 小谭立刻感觉到不对劲 原来地下室的门把手坏了 九尾湖本打算用电钻修理 却因小谭的意外光临 导致两人同时困在着 只见九尾湖伸出一只手 小谭瞬间心领神会 这样真的很让人误会 还以为她要瞬间移动呢 小谭只好害羞地收回手 像极了我想要点赞的尴尬 九尾湖表示瞬间移动 会给周围的事物带来影响 而这里有太多重要的东西 经过九百多年的资源积累 里面积攒了无数奇珍异保 而她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 也算得上真正的博古通经 这时小谭看见了角落里的烟斗 得知九尾湖四百多年的抽烟事 最后等来维修师傅 他们才得以顺利出去 不过通过戒烟的痛苦 九尾湖也理解了 让小谭借机有多难受 于是她亲自下厨 用鸭肉代替做了顿大餐 可刚吃完没多久 肚子就传来痛意 双手攥紧 面部扭曲 脚趾抠地 使出全身力气 舒心的一瞬间 球终于进来了 小谭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可就在这时 我滴得乖乖 马桶竟然堵了 小谭甚至开始怀疑起人生 如果被九尾湖看到 自己的淑女形象将毁于一旦 恰巧这时 善有学长发来信息 虚寒问暖 小谭索性向她 请教起通马桶的方法 先用黑色塑料袋 包住马桶 然后冲水 等袋子中间鼓起来后 再一脚踩下去 总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 现在心情和肚子都完全舒畅 可小谭却突然担心 会不会把狐狸猪拉出去了 她慌张地跑出去找九尾湖 简直是傻得可爱 得知猪子没事后 小谭悬着的心也能放下 九尾湖有些疑惑地问 但小谭的回答竟让人有些感动 虽然她也十分期待 猪子能出来 可以想到要经过污水处理厂 心里多少有点过意不去 更何况猪子是九尾湖的梦想 当然不能这么自私 而九尾湖不用人类的食物冲击 却会特意给自己下出点外卖 不禁也让她感到温暖和体贴 看到九尾湖在院子里孤单的身影 小谭忍不住走到她的身边 并对她几百年来的愿望表示理解 九尾湖却突然对她说 说完九尾湖拉起小谭的手 可她体内的猪子仍是红色 原来她一直都知道取出猪子的方法 只是不知该如何让猪子变蓝色而已 当她贴近小谭的脸时 猪子竟然变成了蓝色 突然被九尾湖这么一走 小谭不知所措有些害羞 转身就要离开 而九尾湖立刻追了上去 一把将她拥入怀里 你知道男人下厨到底有多帅吗 许下手表 系好围裙 戴上手套 将西伯利亚洋葱 莫比尔丝大包菜 精致胡萝卜切成丝 葱段小米椒切片后 再用单身30年的鸭肉 撒上辣椒粉 白胡椒 抓匀入味 接着大火焦油爆炒 看九尾湖满头大包 果然认真干活的男人最帅 就像此刻努力解释皮诺 小谭迫不及待想尝尝味道 九尾湖自信满满地问她 九尾湖听了很开心 原来这是九尾湖活了999年 第一次下厨 小谭不想辜负她的一片好心 硬撑着吃得一干二净 结果却比吃蟹药还淋 拉肚子拉到马桶堵塞 看到在外面独自惆怅的九尾湖 小谭又有些自责 便走过去安慰她 可万万没想到 小谭为此感到非常烦恼 于是小谭提醒九尾湖不要再做这种暧昧的举动 容易引起误会 毕竟手艺在手女友不愁 这回答真是惊待了九尾湖 只好尴尬地说是戒烟反应 更让小谭没想到的是 她一到学校 帅气的善友学长 就主动找上自己 桃花朵朵开的运势 屏幕前的你目了吗